主要是用到那个比较多是用到倒角的观念 那首先各位可以看一下 如果今天画一个外观 可以从这边 可以从这边出发 先画外部部分的话就是62 然后再来就75 往下75 然后这104 然后往上37 37之后的话 那这个地方你可以把它稍微追踪一下 因为这边有个点 你可以追踪 然后把这一边这外观先把它先做出来 那做出来之后的话 分别处理这个地方的倒角 跟这个地方的倒角 还有这个地方 这地方 还有这地方 其实都是倒角 那比较简单的部分是这个地方 你在那个我们功能里面 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在那个 好像前面都没有用到过 就倒角的功能 这个倒角功能的话 在我们这个工具里面的话 是在 在这地方 这边有个倒角 那倒角呢 你可以把游标放上去 他就会跟我们讲说 这个是什么 将物件的边倒角 然后呢 指定什么呢 距离或者是角度 那底下的部分呢 是所谓的距离部分 距离部分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距离主要这边 会先从那个水平方向 40 25 所以你就选这两边之后的话 他自动帮我做一个这样的倒角 特别注意他的指令是Denter 你可以看到就是距离的部分 那这边是30 15 做一个这样的倒角 那再来这一边的话呢 这一边我要做的一个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 35角度 所以角度是A 到时候我必须给他一个角度是18 OK 那另外这个地方 我做完之后 这边就有一个倒角 那另外这边有118 这个地方比较不好做 你到时候要追的是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是多少 你要把它算出来 那距离为多少 你要把它稍微算一下 那还有这个地方 我们要知道的角度 并不是这个角度 他给我们是125 但是我要的角度是哪一个 是这个角度 所以这个角度应该是多少 其实就是 这边应该多少 55 那另外一边多少 就35 对 所以你用Enter之后的话呢 再给一个距离加角度 那这一个倒角就做出来了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了解一下 先试着了解 先把这个外观先做出来 那等一下我们逐一一来了解 这个倒角的使用方式 稍微看一下 甚至呢各位 如果将来要了解那个进阶的话 各位有没有看到 按F1取得更多说明 其实你会发现CAD的说明档 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你按F1 你会发现 你按一下F1之后呢 它也会有一个里面详细的说明 比如说你要了解什么 倒角里面有相关的指令 有D 有A 或者是其他的话 你按一个F1 你会发现 它会把这个浏览器叫出来之后 那里面有一些相关说明 我之前是很多时候就直接参考 这个说明档里面讲的 因为它等于就是一本书 电子书就在这里 随时如果说你有相关的指令不懂的话 其实可以照在里面去做查询的动作 OK 好可以实现 那你会发现 存取方 你会发现 他这个 他的指令就是CHA 你就打一个CHA也是倒角 好 那里面有相关 他跟你讲说摘要顺序 然后这边有哪一些可以做第一线 第二线 里面还包含3D的部分 里面有相关说明 OK 来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我们来看一下这地方相关的尺寸 我想你们看一下62Enter 然后往下的话呢 这是75Enter 再来104Enter 再来上上37Enter 那追过来之后的话 这相关 这里就把它碰到这一点 让它追踪 就可以垂直之后 点了之后再向上追到这一点 好 外观部分就完成 那接下来这边有几个倒角 分别完成了 第一个倒角 那倒角特别重要 这边有一个是40 好 跟25 所以你就DEnter 输入DEnter 40Enter 再来是25Enter 那你就分别呢 点这个水平的 再点垂直的 OK 就完成了 再按个空白键 重复一下 也是一样DEnter DEnter之后的话 那这边有个角 那水平是多少 30Enter 垂直是15Enter 那一样 你就先水平的 再垂直的 这样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 往上这边有一个角度 这个角度部分 我要做出来 就是说它的长度是 35 角度的话 也在这边的话呢 我是一个角度是18度 然后长度是35的话 那我如果要做出像这样的边的话 一样导角 然后呢 这别是刚刚是D 对不对 这边要改成A 因为我是角度 那他会问你说 你的长度为多少 那这边的话输入35Enter 那它的角度部分的话呢 是18 所以18Enter 那我就直接 可以先点这条线 再点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哦 他自动会帮我抓一个 长度为35 角度为18的一个导角出来 OK 那这一边的话 这边问题比较大一些些 我们先不要做 先做这边好了 那这边也是一样 是30 加这个导角 那书上 特别说 这边是30 然后这个角度的话呢 算出来应该说 35 应该这边是吧 这边125嘛 然后这边是55 所以另外一边的话就35 那如果我要画出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导角 一样AEnter 然后直接就是 长度一样是30Enter 然后角度的话是35Enter 然后先选边 再选角度 OK 好 那另外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我要知道说 他的 其实他这边已经给我们一个 一个什么的 一个角度 实际上就是这一条线 他要把它折过来之后的话 他这边会有一条 这个角度呢 他有给我们这边的角度 这边的角度是多少 118 所以这个角度应该多少 就是100这个这个角度就是多少 62那这个角度啊 28 28 所以28 但是好长度多少 所以这边长度如果未知的话啊 你要刚刚好接在这个地方就会有问题 然后你只有一个角度 然后没有长度的话 那就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换个方式来做 我直接怎么样呢 用旋转 可不可以取 其实用旋转也是可以做得出来啊 只是说呢 这个 当然如果可以做倒角 我们用倒角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用旋转 那这里的话 要往 这个地方我用侧点好了 直接按右键 这边可以旋转 旋转之后的话 我的角度是 顺时带逆时针呢 往这个方向 所以是28 然后拉旋转28 基准点也是在那个点上 好 那转过来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就很简单了嘛 你就怎么样把这一条线呢 用什么呢 延伸空白键 其实用延伸空白键好像比较简单 我看你用滑鼠这样拉有时候会错 按这点点一下 然后再把这一条线 空白键一下修剪掉 那这个部分这个图形呢 就完成了 OK 这里的话我想 各位试试看 当然如果你不用倒角的话 你用旋转能不能做出来 也是可以旋转的出来 只是说 倒角还是比较快一点点 比如说像刚刚这个角度啊 你也可以 用旋转的方式做出来 只是说用倒角会比较快 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